欢迎来的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股收盘,我是一超 美股周一小幅地开,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吉应该对马航被击落事件负责 而欧洲各国对俄罗斯制裁方案出现分歧 之后股市逐渐脱离日内低位,到此重新沦固在一万七千点之上 小副管理首席投资官艾伦表示 总统措施非常严谨,并没有任何风吹草动,也许是件好事 市场并不希望紧张局势升级 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声增高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大意冲突难以缓解 股市避险情绪依旧凝重 接着到收盘为止,我们来看一下收盘的具体点位状况 道琼斯工业指数今日收在一万七千零五十一点七三点 单日跌幅为四十八点四五点 标普500今日收在一千九百七十三点六三点 单日跌幅为四五十五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今日收在四千四百二十四点七零点 单日跌幅为七点四四点 黄金和美国国债价格上涨 其中纽约黄金期货上涨百分之零点二四 原油期货上涨百分之零点零五 今天没有重要经济数据更补 重大财报也寥寥可数 投资者的关注点是全球地缘这个局势 上周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提出批评 周日双方的死亡人数创冲突以来的最高纪录 压制市场积蓄 板块方面 今日消费者必需品非必需品 金融原材料工业和医疗卫生全线走落 科技板块当中 英特尔今日零涨 英特尔的走强使其费城半导体指数 股价上涨百分之零点四 明显由于其他缓缓 各股方面 美国入股感军供应商爱尔建公司周一宣布 财年第二季度中实现4.172亿美元 值和美股1.37美元净利 远好于去年同期 在爱尔建要务开发人员表示 年底财员1500人 预计到2015年财年会带来4.75亿美元的税前节省 公司股价上涨 爱尔建周一重申 仍拒绝来自加拿大威朗要约 国际公司提出的530亿美元 现金加换股收购要约 威朗要约在此之前 曾知会美国和加拿大监管机构 称爱尔建就新名下的博士伦业务 提出了有误导性的陈述 爱尔建股价在周一盘中上涨2.29美元 报美股169.62美元 涨幅是1.34% 个股在周一早些时候的盘前交易中 一度上涨超过2% 全球完全巨头 海之宝公司近日股价下跌 公司发布财报表示 由于公司业务的调整 第二季度公司调整前的净利润下滑至 3350万美元 折合每股盈利26美分 此次业绩低于去年同期的调整前的 3650万美元 折合每股盈利28美分的数据 但公司表示 经过美国会计制度调整后的盈利将攀升24% 盈利超过4730万美元 折合每股盈利36美分 此外公司还投入计划在8月15日拍发每股43美分的不息 北美最大的油田服务供应商 美国哈利伯顿公司发布公司第二季度财报 由于财力符合预期 营收超出预期 在公司将股票回购 计划从50亿美元提高到60亿美元 公司股价上涨2%至 每股72.2美元 与此同时 哈利伯顿公司表示 由于区域的高需求量将增加压裂设备和机组人员 暗示经过两年的衰退 全行业开始复苏 数据储存公司EMC股价上涨4%至28.05美元 此前在纽约正线交易所 触及28.31美元的两年高点 据话最日报报道 维权投资者艾利奥特管理公司 购买了该公司10亿美元的以上的股票 新加坡Ziktok Photonics 走进投资者视线 是凭借其在三定打印行业中的全新技术和独特地位 该公司主营光电子产品 近期已经在研制高速3D打印机 并且拥有尖端技术 帮助3D打印厂商提高工作效率 该公司已经与同名为LG ProCal的公司 合作研制独一无二的高速3D打印机 前者主要负责提供雷射技术 和高精准电磁设备上的丰富经验 随着3D打印行业界限不断破宽 这项技术也必将以更低的成本 运营到各行各业中 CNViktionics面对的是一个价值 难以割量的巨大商业市场 几个关键指标来看 该公司底部反弹 迹象明显 如NSI指标显示超卖 其短期目标在 其12美分美股 好的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美股收盘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